很明显 秦雅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这一次故意煽动整个从云州内 排名最靠前的那些顶尖门派势力 共同讨伐徐阳几人刚刚入主的玄黄门 就已经算是一脚踢在了铁板之上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这婆娘居然还不思悔改 妄想着能够凭借自己的借力力挽狂澜 殊不知 他在徐阳团队的面前 真是连蝼蚁都不如 秦雅咬紧牙关 他很清楚 自己作为战天阁的大小姐 眼下既然已经露面 那这件事就已经被推向了不死不休的局面 究竟这条路该如何走下去 实际上 秦雅自己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根本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 他唯一能做的 只是咬紧牙关坚持得更久一点 就在灵瑶背后天剑图腾 准备一战而下 脑海中徐阳的声音传递了过来 先不要杀他 这个女人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些用处 灵瑶听到徐阳的声音 立刻撤去了狂暴无比的剑气 仅仅是让这一道有形无实的剑气锋芒斩了下来 下面的清雅便已经被吓破了他 几倍声凉 一脸惶恐地抬起头 你为什么突然停手 难道是要用这样的方式羞辱我吗 我告诉你 我们湛天阁可是从云州第一打门牌 就算这一次没能给你们玄黄门致命一击 不代表你们就是最终的胜利者 更加没有资格肆意审判我的命运 灵瑶不懈地对着眼前还在一副反抗样子的清雅 露出了一抹冷笑 我说你这个大小姐 脾气真的需要一个人好好给你治一治了 不过你很幸运 我们老大已经给我下达了命令 叫我不要伤你性命 不过他到底想对你做些什么 我就不清楚了 灵瑶说完突然弹出两根手指 对着眼前的清雅凭空两次虚点 强大的剑芒立刻顺着清雅身体经脉 刺进了她的周身穴道 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帮助她化解经脉当中这一道封印 清雅是没办法调动体内自己的修为 而对于一名武者来说 周身经脉药学一旦被人以强横的力量封死 就等同于自己沦为了砧板之肉 忍人宰割 很抱歉清雅大小姐 我们第二次见面 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 许阳背负双手 缓缓朝着清雅走了过来 她身上的压迫力也在这期间一点一点地释放出来 清雅这才无比清晰地看到了许阳俊朗的轮廓 以及她身上散发出那种乌与伦比的雍容气息 和之前在玄黄门山脚下门户的位置 看到许阳第一眼的时候 有着天壤之别 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 你隐藏实力究竟是抱着怎样的目的 你这个人实在太危险了 许阳面带微笑 轻轻仰起了嘴角 其实我没有你想象那么可怕 我要的仅仅只是你的一个态度 只要你肯向我服个软 求个饶 一切的问题都会变得迎刃而及 要知道现在的你站在我的面前 可远远不是一个被俘虏的女子身份那么简单 你的背后可是整个战天阁 只要我抓住你的小辫子 你应该很清楚 战天阁的命运将会是怎么样 你觉得战天阁能够扛得住上面那么大的压力吗 许阳很清楚 现在以她在鼓舞神道当中的身份 还远远没有机会触碰到 潜藏在幕后的那些真正的顶尖舞者团队 还需要得到一个足够帮助自己开阔视野的跳板 而战天阁显然就是最佳的媒介 身为战天阁的大小姐 自小在自己的家族当中 她始终因为是个女儿身 而遭受到了原本不应该属于她承受的压力 因此这些年对外扩张都是她在主持 逐渐在家族当中也获得年轻一代 没有任何人能够逾越的成就和影响力 秦雅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如果这一次徐扬几个人真的发怒的话 恐怕不光是自己在家族当中的地位不保 整个战天阁都会因为这一场混乱 而遭遇灭顶之灾 正所谓遇待皇冠必成其重 身为在从云州第一门派顶峰的战天阁 一直以来也都被那几个排名同样靠前的 强大帮派们时刻盯着 就要找他们的麻烦好将战天阁一脉拉下神坛 如今清雅要做的就是绝不能因小失大 她很清楚对比于其他那几大门派的威胁 或许眼前这个叫徐扬的男人 才是真正能够只手遮天的可怕存在 惊叹了一声 清雅的目光立刻变得柔顺了起来 看向徐扬的眼神也变成了一副乖乖女 楚楚可怜的样子 你觉得你一个大男人实力远在我之上 用这样的方式禁锢住我的一切行动 真的合适吗 徐扬思量片刻 也赶忙轻轻点头 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 于是乎只看徐扬脚下轻轻一点 一道细弱油丝的光线顺着她的身体释放出来 打进清雅周身经脉的一刹那 所有经脉当中的阻塞力量完全消失 仅仅是这一瞬间的手段 清雅便再一次对徐扬所拥有的真正实力感到震惊 灵瑶施加给她经脉封印的力量有多么强横 清雅再清楚不过 可就当她看到徐扬能够在几十米开外的位置 不动声色地化解这道封印的全部力量 并且对自己的经脉没有任何损伤 仅仅是这样的手段 以及徐扬对武道力量的极致掌控 就足以让清雅震撼到了极点 若是对其他的对手的话 清雅的暴脾气怎么可能会忍受对方 用封印自己经脉的方式侮辱自己 主要是站在这个男人的面前 她整个人觉得如沐春风 一会儿又觉得惊涛骇浪 还打向自己 有一种置身于冰与火的极限当中 说吧 你想怎么合作 清雅终于还是妥协了 而这恰恰是徐扬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脸上露出了如沐春风的微笑 当真是经过不让须美啊 湛天阁能有今天的成就 你至少占一半的优势 我明白 你不想因为和我们玄黄门合作 就此放弃自己未来的前程 不过我还是那句话 我可以保证 你今后未来的道路 远远要比湛天阁阁主开阔得多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魄力 敢不敢拿自己的前程 与我做一场豪赌了 清雅无奈叹了口气 背负双手突然将目光扫向别处 如今我在你面前的处境又有什么选择呢 老实说 你用这样的方式将我征服 根本没办法让我对你心悦臣服 实力比我强大的人大有人在 倘若湛天阁就这么轻易地 会对每一个比自己实力强大的人妥协 那我们如今从云州第一门派的地位 恐怕早就被人取而代之了 徐阳明白清雅话语间的意思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啊 威逼利诱的方式 很难让你对我玄黄门一脉彻底放心 那很好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三天的时间 我会用其他的方式向你证明 与我们展开合作 你只能收获得更多 跟我来 话音一落 徐阳已经朝着山脚下的方向前去 那边主战场几大门派联盟军团当中 顶级长老已经纷纷出手 人们抢先出战的 都是一些实力登不得台面的年轻弟子 可是随着玄黄门方向爆发出来的战斗力实在惊人 那些随从前来的老家伙们也一个个把持不住 全都第一时间出手 开始对玄黄门展开后续白热化的进攻 现在双方正打得如火如荼 可是他们却没想到 一场真正的梦魇即将降临 因为徐阳打算亲自出手了 而就在她的身边战天阁的大小姐清雅 似乎已经沦为了看客 当云天之上 站在徐阳身边的清雅一并现身的时候 那几大门派的诸多弟子 纷纷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恐模样 怎么回事 难不成清雅大小姐 被玄黄门那个新人场门给镇压了吗 我倒还是速速出手 若是能够将清雅大小姐 从那家伙的身边救回来的话 显然这一战当局手工了 也不知道人群当中 是哪个不开眼的老家伙 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 导致身边那些人皆是跃跃欲试 都果断放弃了眼前的战场对手 朝着虚空中 踏着云雾的徐阳所在的位置冲了上去 这些实力已经达到化神奇的舞者们 在整个古武神道当中 也都算得上是不出使的高手 一个个腾云而上 出手期间彰显出来的爆发力 也是让所有人为之震惊 徐阳紧紧缓缓抬出了一只左手 强大无比的功法力量 在他掌心之中汇聚而出 要知道 徐阳还在尽可能压制自己的修为 因此 他只选择动用了昆仑记功法当中 最为基础的一招入门手段 便将眼前从各个方向 飞向自己的十几个化神镜的强大舞者们 同时拉扯到了虚空中一个位置 将十几具身体 用难以抗拒的力量 同时聚合在了自己面前 中间一点十几个人 堆砌成了一个巨大的圆球 会是一种怎样的场面